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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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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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 我刚留学回来 才到江北市 怎么了 怪不得 这下就解释得通了 你打听这么详细干嘛 不会也从江北市来的吧 嗯 确实 我大部分产业都在那 那正好 快说说 是哪几家公司 我都给你说过来 我的产业都不卖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呦 喝 咋地 是因为太小不好意思说吗 你叫十三 是吧 比我在江北市的人脉 信不信我分分钟就能把你打听出来 这个我信 我现在就打电话问 到时候卖不卖都由不得你了 喂 明哥 你认识一个叫十三的吗 听说是在江北市开公司的 当然认识了 那是我老板啊 确实有公司 万北集团 怎么了 杀 莫草 万北集团 那可是市值上万亿的公司啊 难道他就是那神秘的万北董事长吗 喂 高老弟 你怎么了 不会遇到我老板了吧 那你还真挺荣幸的 啊 这 明哥 我这里有点事啊 先不跟你说了 江北市提早不是听空障地吗 刚刚打个电话就会亮 嘿嘿嘿 十三先生 我刚才和您开玩笑呢 您可千万别当真呀 听你之前的语气 好像挺有钱的呀 不敢不敢 你来都来了 那就给度假村赞助五个亿吧 怎么 很难办吗 不难 不难 行 我赞助五个亿 嗯 这样就对了 赞助的是你和临山谈就行 我们走 啊 老总 赞助五个到底是什么人 啥十三哥 他明明是我吧 我大爷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爷爷 咱们已经卖掉一半的产业了 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肩评一评再说吧 可是 也不能让十三就这么得逞了 哼 要不是你们总落到十三手里 咱家现在会这么惨 可是我 我觉得还得怪那个马威 若不是他去十三酒店投毒 我们也不会到这种地步 闭嘴 马威先生是红线领袖 他说过一定会回来对付十三的 家主 马威先生回来了 并且还带来了几个人 快快快 咱们一起出去迎接 马威先生 您可算回来了 是想到对付十三的办法了吗 哈哈哈哈 区区一个跳梁小丑 喝足挂齿 马威先生 那我们这次该怎么办 哼 直接处理到十三 十三身手不弱呀 而且还有战龙小队的冰王帮他 我们根本没法下手 嘿嘿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天狼小队队长 巴克 天狼小队是顶级雇佣兵团队之一 堪称王牌中的王牌 这下晚了呀 哈哈哈哈 秦先生你好 战龙小队已经是我们老对手了 并且之前有新人院 我们来就是为了复仇 所以你可以完全相信我们 好好好 对了 秦老 那是三最近在呢 知道他的动向吗 这几天探子都没看到他 我估计他离开龙杀士了吧 哼 算那个十三跑得快 我们就先收拾战龙小队冰王 然后再把十三揪出来 直接干掉 老叶 有贵客当闻了 谁呀 是叶家长女 优秀 叶家号称清都五大十家之一 具有首演空天的事 他怎么会到自己这片蹄地方呢 越爷爷 您好 你好叶小姐 有事远营 还请见谅 我听说越爷爷大病出狱 当真是可喜可贺呀 哈哈 叶家的消息果然灵通了 不瞒您说 我爷爷得了和您一样的病 所以一直在派人打探消息 不知您的病是怎么治好的呢 啊 这 我是吃苹果治好的 吃苹果治好的 您确定 对呀 一天一个苹果 疾病远离我 越爷爷 请问是哪位神医出的配方啊 这个嘛 是一位教师三的神医 现在就在我们度假村里 那太好了 您能把他请过来让我见见吗 叶小姐 我可不敢请的 要见您还是登门拜访吧 嗯 也对 请问他现在住在哪里 十三先生不喜被人打扰 你还是带我帮你问问吧 这十三架子还挺大的嘛